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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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开红盘第一天 大涨103点 好兆头 你要说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今天是2020年 民国109年开红盘第一天 马上就出现大涨 这是好的一个预期 为什么大涨 礼拜二的时候 川普已经说了 1月15日美中正式签约 1月15日美中正式签约 而且它会飞到北京 同时展开第二轮的谈判 所以在礼拜二美股封关的时候 美国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 涨得不多 道琼0.2% 纳斯达克0.3% 费人报告体0.2% 虽然消息发布力多 可是股市涨得并不多 不多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价期效应 对不对 价期效应 追价意愿气势没有那么强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美国股市涨很多了 美国股市从10月份 本来预期会签约 所以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讲 虽然川普反反复复 可是各有所需啊 美国要解决农民的问题 大陆要解决 外销引擎熄火的问题 所以早晚一定会签约的 所以市场本来就预期会签约 只是时间瞧不容而已 那这段期间 道琼已经涨了2958点 预期签约所以提早涨了 所以提早涨之后 当确定签约 利多还是利多出镜 今晚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因为礼拜二的时候 假期效应 所以市场动能买气 没有那么汇集 那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是喷出去呢 还是掉下来呢 这才是真正的表态 这才是真正的表态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台股涨103点 不错哦 可是其他 南韩今天是大跌1%的 因为三星 记忆体的工厂 出现跳电 三星的棍稳很大 三星是南韩最大的一个集团 那出现这样的事情 股价一大跌之后 就把整个南韩指数给压下去了 澳洲今天涨0.12%也不多 日本今天还在放年价 今天涨最多的大陆股市 从香港1.13% 上证1.12% 深圳1.88% 涨最多 那我们是跟着一起上来 那其实大陆股市大涨 不单纯只是美中签约的问题而已 在礼拜二下午的时候 已经宣布调降纯准率0.5% 礼拜二我们收盘之后 大陆已经宣布降纯准率0.5% 降纯准率市场至今会更充沛 这个对股市当然就是 最直接的利多嘛 所以大陆股市的大涨 不单纯只是美中1月15号的签约 降纯准率的动能 也是很重要的助攻 那台北股市今天跟着一起上来 涨了103点 可是你要注意哦 外资间反而是卖的 而且连卖三天了 台子其实进多单 今天还是减少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台北股市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我们继续先看一下大陆股市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美中只要一签约 大陆股市一定会冲出去 你看我说两个星期五啊 我从12月10号就开始一直提醒你们了 当你听到美中签约 或者美中要签约 你如果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你就买一支就对了 绝对是正确的 绝对是正确的 你有买吗 我不知道 有买就有赚嘛 今天创新高了 你看上个礼拜 一记回马腔 这根幅度还蛮深的 很多人有点担心 可是我直接跟大家讲 这是短线修正 因为指标已经很高了 指标很高 你要冲出去 指标很高要冲出去 不可能 所以来记回马腔修正指标 果然我讲完之后 就一天而已就上来了 我来画给你们看 接下来指标黄金交叉 这个就冲出去了 是不是跟我讲一模一样 是不是跟我讲一模一样 是不是冲出去了 那这根长黑棒 是不是最好买点 是不是最好的买点 你看八个月的大底 八个月大底 正式突破喷出 正式突破喷出 礼拜二已经突破了 今天开始喷出 深圳也是 深圳也是一根长黑棒 再创新高 喷出 所以跟大家讲过 你如果听到美中签约 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你买个股 搞不好还会买错 对不对 你看个股的部分 可乘这样一直跌 联发科最近也不强 也是一直跌下去 所以你买错股票 反而更麻烦 你买这支就对了 全世界都在看这一把 大家都在赌这一局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参与 对不对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过 美中贸易战 压着大陆股市喘不过气来 你看这段期间台北股市 我们已经涨翻了 我们这段期间 我们已经涨翻了 有没有 我们已经涨翻了 大陆股市是压了八个月 那紧固咒一松开 一定冲出去的嘛 紧固咒一松开 一定会冲出去的嘛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嘛 你看紧固咒一松开在这里 是不是冲出去的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 你如果不知道该买什么 买这支一定中的嘛 买这一定中的啊 哪一支 护胜2X00637L 18买进 18.4买进 18.3买进 你看是不是冲出去了 大陆股市上镇 早就提早过11月高点 深镇也过11月高点了 护胜300也过11月高点了 那这个两倍涨跌幅 应该跟他们是同步的啊 怎么还没有破 所以是跟大家讲 赶快买赶快买 一定破 你看上星期 我说礼拜四一定开高 当天是沙尾盘的 我说礼拜四一定开高 说完了 礼拜四 是不是大涨 礼拜五继续涨 礼拜一大盘跌 你不要勾票还会输急 继续涨 今天继续涨 路去路管 是不是19.87了 有没有过11月高点了 对 11月高点 19.84 是不是19.87了 今天加权指数涨0.84% 护胜2开始涨了4.1% 是不是最简单 最安全 又最轻松 又能够大赚 全市场大家都在 赌这一局 你有没有参与 我讲两个多礼拜了 从还没有传出要签约 我就提醒你 要注意哦 听到就要赶快买了哦 一直到现在 一路噴出去 这个才刚开始而已哦 这个刚刚开始而已哦 才刚开始而已哦 我礼拜二的时候 特别跟大家谈 大陆的现况 这个很重要啊 你要了解人家的市场规模 你才有办法联想得到 到底有多大的爆发力嘛 对不对 你看礼拜二 这是礼拜二的资料 礼拜二上证成交量 2,267亿人民币 深圳礼拜二 3,058亿人民币 人民币哦 跟台币的汇队 4.3 这是最新的报价汇队 一天成交量就5,000多亿了 换算成新台币的话 一天2兆2,897亿 我们今天成交量比较大 我们礼拜二是1,100亿 今天1,400亿比较大 可是1,400亿之后 大陆是我们几倍 20倍啊 一天成交量是我们的20倍啊 你看那个资金动能有多强 大陆总共3,774家上市 我们是1,680家 所以上市公市比我们多一倍 总市值58.87兆人民币 把它换算成新台币 253兆新台币 台北股市上市36兆 OTC4兆 我们加起来大概40兆 我在讲怎么听好吗 大陆上市公市是我们的一倍 我们1,680家 他们3,700家 他们上市加租比我们多一倍 总市值是我们的6倍 成交量是我们的20倍 这样就懂得他们的规模了吧 懂得他们资金的动能有多强了吧 那这么大的资金动能 之前是被压得死死的 那如果就像弹簧一样 你把它压得很扁 手鱼放开会怎么样 是不是弹了对不对 是不是弹了 所以我也给大家看过 四年半大陆跌了43% 四年半道琼涨了86% 纳斯达克涨了108% 费城报道提涨了243% 那大哥跟二哥怎么差那么多 哪有差多 一个大跌一个大涨 哪有差多 大陆有真的丑到那个程度吗 那美中贸易战这个紧固之后一放宽 是不是就如同弹簧压扁之后放开 就会冲上去 尤其资金动能那么大 资金动能是我们的20倍大 是我们的20倍大 你看台北股市 我们四年半也涨了68% 那大陆那么大动能 反而跌了43% 你看今天 今天上证涨1.93% 你看今天上证成交量 372亿 372亿 比礼拜二的 又多了1000亿出来 深圳今天4243亿 比礼拜二3000亿 又多了1200亿出来 你看那钱规模有多大 今天一天成交量 三兆2300亿4亿新台币 比礼拜二的 又多了一兆 一天成交量 比台北股市 我应该讲一天的成交量 增加一兆新台币 那这么大的资金动能 一部涨起来 真空没地儿了 真空没地儿了 所以大陆股市的部分 这一局 这一局 你千万不要错过 千万不要错过 你跟人家一起做嘛 我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 就一直告诉你了 你看这部账上来 你有带对吗 我们会员买100张200张 300张500张的很多啊 你看18块 今天19块8 一张1800块 100张就18万了 两个月 200张就36万了 很好赚的啊 而且才刚开始而已 这一局你一定要看 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这一局 你知道今天 外资跟自营商 又买了快6万多张 都全力在压这一把 外资跟自营商 今天大买护身2K市 买了快6万张 可是你看今天 今天外资是卖34亿的 想象不到 今天是大涨103点 应该想起来外资应该大买啊 就外资今天是卖34亿 台子其进多单 少了1453口 你看外资已经连卖3天了 礼拜一卖14亿 礼拜二卖93亿 今天又卖34亿 三天加起来卖了140亿 想象不到 台子其进多单 礼拜一少290口 礼拜二少1248口 礼拜今天又少1453口 你看目前进多单总数 35464口 这是一个月来从5万1000口 一个月来最低的数字 从5万1降到3万5 少了16000口 碎利要碎离哦 你不要看到大涨完全就失去戒心 千万不可以哦 外资在偷跑很明显 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给你去8块 对今天台积电 涨了8块钱 大家可能认为啊一定是外资买的 今天外资是卖台积电哦 而且台积电外资已经连卖三天了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已经卖了14000多张了 鸿海外资也连卖三天了 虽然税里有 我跟大家讲过 开始进入三部曲跟四部曲 开始进入三部曲跟四部曲 这都大行情 你看这几天起落都很大 你看这都大行情 大行情你要做丢 做丢贪大钱 如果做丢费就麻烦了 至少你不要去追高 买底部才会安全 买底部才会安全 你跟我一起买 跟我一起买这十档 底部的肇事股 这十档都是获利创 历史新高 然后股价回了五六个月 在底部 你跟我买这十档 安全又会赚大钱 大家不要去队贯 队贯很危险在的 队贯很危险在的 等一下来针对这十档个股 今天盘面上的重点 来跟大家做分析 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现在推出 年终大回馈的活动 每年一月份 都是优惠幅度最大的 回馈给我们的会员 也回馈给我们的忠实观众 一加三 什么叫一加三 电话打进来问你就知道 绝对优惠 年度最大的优惠 新的一年 让林特彦帮你规划 一整年的投资 让林特彦帮你规划 一整年的投资 你们知道 我从来不追高的 我只买底部GEO股 我不买投机股 也不买GX股 每一档股票30%50%很轻松 新的一年 让林特彦帮你做 全年的规划 我们一起来赚一整年 年度大回馈活动 一加三 年度最大的优惠 华总府电话 这段广告 小时候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大陆股市开始加速了 要注意哦 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台北股市涨103点 大家一定想象不到 外资竟然是卖出的 而且连卖三天 台子期进多单也是减少的 而且连续少三天 目前三万五千口 是一个月来最低的部位 少了一万六千多口 所以你不要去追高 跟我一起买底部才对 跟我一起买底部才对 你看今天很多 上礼拜很强的 超重 你看超重 今天大盘大涨它竟然是开高走低 好 竟然是开高走低 上礼拜很强的 华信科 今天也是开高走低 外资间都卖出的 上礼拜共赛国具 今天也是开高走低 外资间也是卖出的 只会是跟大家讲 卖对关卖对关 你看今天盘面上最强 最热门的话题 南亚科 大家都来追南亚科 因为听到三星工厂跳电 大家直接联想 啊 记忆体股会起 这全没钱下去 那真的一定会起 如果两天之内就恢复了 就没影响了嘛 是不是 何况南亚科今天 已经涨那么高了 你看今天从89.7 涨4块3 收盘剩86 你今天最近去的 你看成交量从8千张 剧增4倍到39千张 今天去买南亚科 听这个消息 罗布的九成都套住 九成都套住 我经常跟大家讲 不要听消息 不要看报纸 在那边追股票 很危险的啦 你看南亚科 第四季营收 大概130亿 比第三季衰退14% 比去年衰退24% 目前很淡的淡季啊 尤其毛利率 尤其毛利率 从58%的毛利率 对于58% 58.9% 一直降到27.9% 毛利率从58.9% 降到27.9% 今年前三季才2块8 前年大概3块3 去年12.8% 前年14.3% 今年剩下3块钱 这是大衰退啊 大衰退股价大涨 你怎么去队棺 今天出现掉手线 这根棒子是不是跟这根很像 跟金电这根很像 我当时也跟大家讲 金电某气某掉手线 讲完之后金电是不是下来了 一模一样的掉手线 所以不要去队棺啦 今天晚上美光才是最重要的 南亚科其实它不跟三星走 南亚科不跟三星走 我们国内的记忆体是跟美国走的 因为我们技术来源是从美国来的 我们产出很多也都是交给美国的美光 所以你看这是美光 这是南亚科 你有没有发现到 两张图叠一起叠 涨一起涨 对不对 再创新高一起创新高 跌一起跌 涨一起涨 那美光最近跌了6%了 那人家没跌 今天还大涨 今天晚上美光除非冲出去 美光如果没冲出去的话 那是不是很危险 所以不要去队棺 我经常跟大家讲 追高你赚不了大钱的 一定是要买底部GEO股 你才可以赚大钱 你看茂莲 要没去我开始讲啦 200亿三我就开始讲了 200亿三块就开始讲了 是不是讲得大气 今天235啊 那200亿三块钱讲的 是不是油股22块啊 这样才能够赚大钱嘛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赚大钱嘛 我200亿三块 200亿三块讲的 今天有开高走低 那三块钱要做什么啦 干嘛玩那么短 五个月到底才要完成而已 而且你看之前的高点 是没量的喔 高点没量代表高档没套牢嘛 现在的量 早就宣示 这里一定会过嘛 那赚大钱要做什么 后来的金Q啊 股票不用多 机会一个就能够圆梦 机会一个就能够圆梦 特斯拉大涨144% 受惠最大的就是茂莲嘛 茂莲今年获利会创历史新高 一块15块都没去 你对我做这个不再丢 不是一直在追高嘛是不是 对我做这种我们再吸 你看台郡整理过喷出 都是这样啊 你要找那种整理过的 新日新也是整理过喷出 那背光模组瑞宜 存获14天而已 比大力光的18天还少 所以毛利率一直涨上来 今年获利15块 年成长38% 马尾去啊 你还要买这个嘛 而且法人持股已经75%了 郭平平在法人手中 哪有可能会不会扣 开始上当了喔 123今天122 123一站就就噴出去了喔 黄金交叉出现了 所以对我买这个 这支也是啊 伺服器大厂 跌了七个月 获利创历史新高 今天撞出来了 今天撞出来了 你跟我买这十档 选举行情的造势股 都是底部的股票 都debel的股票 今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大家都会贪大钱的 年度大回馈活动 每年一月份我们都有大回馈 回馈给我们会员 回馈给我们忠实观众 1加3的活动 什么叫1加3 绝对值回票价 年度最便宜 我们一起来锁定这十档 底部的机油股 广告中文服电话 今年一整年 跟着林德燕一起操作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